娱乐圈又一次引来大瓜了 10月23日就在网友们准备吃午饭的时候 知名狗仔江小燕 猝不及防地放出了一个炸裂大瓜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次竟然和小鲜肉的恋情无关 而是圈内大佬汪峰和张子怡 婚姻居然已经名存世王 早已分割财产低调离婚 据知情人透露 张子怡和王丰离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两人确实已经离婚 女儿归男方 儿子归女方 男方否认出轨 更否认瓜分财产 目前记者打电话给两人经纪公司 均被拒绝接听 疑似离婚实锤 消息一出 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直接引爆了热搜 虽然蒋小燕没有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只说是知情人透露的消息 但既然敢这么带大名 说明消息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不然以狗仔的职业素养来看 应该也不会傻到造谣带银手拙吧 翻看张子怡和汪峰和社交平台 两人的上一次同框互动 还是一年之前 当时汪峰晒了全家福为自己庆生 没想到 网友却发现了张子怡和他私下肢体语言的微妙之处 以往的张子怡都会笑容灿烂和汪峰紧紧相拥秀恩爱 但上一次的全家福 张子怡不仅在坐的位置上和汪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连表情都看着十分的不开心 眼神更是迷离无光 想当年两人但凡有什么动态都会晒照秀恩爱 但今年似乎有很大不同 比如说去年汪峰生日就有晒出全家福 但今年他生日时竟然没有发文 张子怡更是没有表态 再比如今年两个人的工作情况 汪峰由于要开巡回演唱会 今年的任务是相当重 基本上所有发布动态都是围绕演唱会来的 而张子怡也没有闲着 除了个人的生活账 就是一些影视作品的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 张子怡的账号设置了近半年可见 这也让人感觉甚是蹊跷 按照惯例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发律师函澄清谣言了 但为何会突然传出他们离婚的消息 似乎又不像是空穴来风 这些和往日的亲密相比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说实话 当年张子怡嫁给汪峰的时候 外界一直对两人并不看好 毕竟汪峰已经是四婚 而张子怡还是投婚 一个影谈女神 嫁给了大八岁的老男人 网友一度调侃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不过张子怡对此并不在意 即便父母哥哥反对 粉丝唱衰 张子怡还是放下了如日中天的事业 义无反顾地为汪峰当起了嫌内注 最令人敬佩的是 张子怡作为后妈 对汪峰的大女儿小苹果是如祭初 两人的相处十分资然愉快 如姐妹一般的亲密无见 母女俩还会经常单独出门旅游逛街 张子怡对小苹果的照顾有加 让汪峰不止一次夸赞张子怡的格局和体面 值得一提的是狗仔这次也特意指出 张子怡和汪峰离婚 已经明确带走了儿子 把女儿小醒醒的抚养权留给了汪峰 网友看了后忍不住喊话 这是往汪峰废管子上插啊 结婚四次生了三四个女儿了 好不容易有个儿子 抚养权还不给他 为什么妈妈带儿子 爸爸带女儿 好像一般女儿都是妈妈带着照顾更好吧 真的以为他俩能过一辈子 结果刚过七年这样就散了 看来明星也逃不脱这个定律啊 此前 汪峰的前妻葛惠杰曾哭诉爆料 汪峰适度诚信出轨成瘾 私生活混乱还爱大长腿 并提醒张子怡小心渣男 如今一看 不会真的抑郁成澈了吧 其实汪峰和张子怡离婚的消息 已经传了很久 前段时间 赵本山徒弟刘亦菲 曾在直播中爆料称 汪峰和张子怡已经离婚 两人价值35亿的财产已经处理完毕 而汪峰独占28亿 两个孩子的抚养券问题 两人还在商议 但汪峰已经带着小苹果 搬离了张子怡的别墅 这一消息在当时引发大量网友讨论 但随后汪峰方辟谣称 并不存在爆料中提到的 巨额财产分配问题 在爆料发出后 汪峰和张子怡曾经还在一带孩子吃饭 一家四口同框让当时离婚的传言不攻自破 如果这次的爆料属失 确实还是挺让人觉得惋惜的 汪峰的情路可以称得上是坎坷 他与模特葛惠杰的一段情 可以说被很多人熟知 两人相恋时还未到法定结婚年纪 所以一直没有办理手续 后来生下了女儿小苹果 本以为两人会顺理成章走进婚姻的殿堂 最终却分道扬镳 分手后葛惠杰经常在网上怒斥汪峰对感情不忠 汪峰与张子怡结婚后 他依然没有放过他们 甚至认为女儿小苹果与他不亲都是因为汪峰的教唆 而与葛惠杰分手后 汪峰其实还有一段婚姻 他与康作如结婚 生下一个女儿后最终也是离婚收场 而遇到张子怡后 汪峰的感情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两人恋情曝光时 大家普遍不看好这段感情 汪峰和张子怡之前的感情经历都比较丰富 大家很难相信两人会真的走进婚姻 随后汪峰高调求婚 而张子怡则被汪峰的用心感动 答应了她的求婚 两人2015年登记结婚 如此算来也走过了八年的婚姻生活 共同孕育了两个孩子 特别是张子怡与汪峰结婚后 将她前妻生的孩子小苹果视如寄出 经常一家人外出 她也经常与小苹果在网上互动 关系十分亲密 慢慢网友也接受了他们的感情 更多的是祝福 没想到两人最终还是要分开了 现在汪峰和张子怡还没有官宣 具体情况怎么样 我们还是等一个官方的说法 但也有很多网友对这个消息的真假 表示怀疑 大家也都在等汪峰和张子怡的回应 但两人迟迟没有发声 这让网友以为他们真的可能离婚了 至于离婚的原因 网友也是纷纷猜测 两人结婚八年 几次传出离婚 但都坚持了下去 为什么现在却已离婚收场呢 据八卦爆料称 张子怡和汪峰离婚之后 女儿跟着爸爸 儿子跟着妈妈 这就说明两人离婚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 两人财产也可能早就分配好了 这是离婚必须面对的问题 还有网友评论说 张子怡最近新戏开拍 在这个时候突然曝光她离婚的消息 也可能是为了她的事业增加一波热度 张子怡和汪峰最近一次露面 是在今年九月份 当时他们一家四口一起出去吃饭 汪峰表情淡定 张子怡和子女在说话 还看不出有离婚的迹象 这也是汪峰和张子怡 今年最后一次合体露面 之后两人就没有被拍到一起出现的画面 我们再通过汪峰和张子怡的互动了解一下 看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汪峰在2020年到2021年 她的个人账号经常会分享张子怡的照片 两人互动也很亲密 2022年 张子怡过生日 汪峰只发了一条动态 2023年 两人之间没有互动 似乎在今年就已经离婚了 据媒体报道称 张子怡和汪峰名下企业有几十家 但两人合资的公司只有一家 这也引起网友的猜测 可能两人早已经分配好了财产 各是各的企业和财产 两人之间或许还有利益关系 一般情况下 夫妻之间是不会分得这么轻的 今年4月份 汪峰前妻葛慧杰几次在直播中爆料称 汪峰好赌赌 喜欢大长腿的美女 她和张子怡只是形式上的夫妻 两人之间并不是真爱 葛慧杰之后还爆料称 在她怀孕期间 汪峰就去澳门玩 她表面上是个好父亲 但这都是她伪装的 葛慧杰还说汪峰不让她见自己的女儿 到现在都没有女儿的联系方式 葛慧杰和汪峰离婚之后 她就在节目中爆料称 汪峰在她生完孩子后还有外遇 当时很多人并不相信葛慧杰说的话 觉得她可能是受不了刺激 那些爆料的事情都是乱说的 当年17岁的葛慧杰和汪峰结婚 婚后上下女儿小苹果 但是两人的感情并没有走得太远 过了没几年 汪峰就和葛慧杰离婚 女儿跟着汪峰一起生活 这也是葛慧杰心里的痛 她一直都在说着汪峰的不好 但是没有人相信她说的话 我们再来看汪峰和张子怡 2014年 汪峰被曝光和张子怡父母一起在澳门打台 2015年2月份 汪峰向张子怡求婚 5月10日 张子怡和汪峰领证结婚 婚后两人生下一儿一女 还有葛慧杰的女儿苹果一起生活 汪峰一共有四个孩子 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大女儿苹果是汪峰和葛慧杰生的 今年差不多20岁 第二个女儿是汪峰和前妻康作如生的 汪峰和张子怡结婚之后 生了一儿一女 汪峰结婚四次 离婚四次 她的第一任老婆是葛慧杰 第二任是康作如 第三任老婆是齐丹 第四任老婆是张子怡 可惜的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汪峰的四段婚姻都与离婚收场 至于离婚的原因也是说不清楚 张子怡有三段感情和一段婚姻 她的第一任男友是著名歌星高峰 她因为疾病已经去世 张子怡第二任男友是霍汽山 当时两人被抬到一起约会的画面 最后也没有走到一起 张子怡第三任男友是以色列商人 两人在海滩约会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之后张子怡突然嫁给了汪峰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两人坚持了八年最后还是离婚了 张子怡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她爸妈刚开始不支持她和汪峰结婚 因为她离过婚还有孩子 因为这事 张子怡和父母的关系也受到影响 汪峰也承认过张子怡妈妈不看好她 她的名字在家里都不能提 汪峰和张子怡爸爸关系还不错 经常一起出去玩 就像兄弟一样 现在张子怡和汪峰还没有回应 这种情况一般明星很快就会出来辟谣 但是汪峰和张子怡还没有反应 所以网友认为他们应该是离婚了 这也不禁让人唏嘘 娱乐圈的婚姻真的太脆弱了 不管怎么说 感情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如果他们真的分开了 那也祝福他们之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也希望两个孩子能健康成长 好 好 好